以及加更一期视频,这个游戏动力新出的V98键盘,又是一个买轴松套件的产品,因为成本的问题,包装做的比较简洁,但是核心的配件,防尘罩和贴纸没有少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键盘的价格方面,这个模具就是黑爵AK966那一款,那款键盘的售价是700多块钱 游戏动力的话,把这款键盘的成品卖到了最低199,最贵的凯华冰淇淋破轴版本是399元,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这个冰淇淋轴在凯华的官方店铺卖的接近4块钱一个,就算放到海鲜市场上面也值个2块多,仅仅3块钱 键盘上接近100颗的冰淇淋轴体,成品键盘才399元,这个性价比有多无敌,大家自己算一下就清楚了 还有一个蒸汽波轴的299元版本,这个轴体是高特代工的,素质也非常不错 在我之前上手那款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和金粉的手感比较接近 破版本上是一套MAD高度的PPD双色注射键帽,水口处理的非常平整,表面的制服略微有一点点凸起 对于这个较为来说也算是一套不错的键帽了 聊回键盘本身,98配列的Gaski结构 键盘整体的外观没有做过多的设计,只在四周倒了个圆角 键盘正面有做切割,显得比较有层次感 左侧是摩射切换按键和视级键,切换的手感还是蛮不错的 有做增加摩擦力的条纹 右上角是一个装饰液的金属框 这把键盘的外壳方面是有一个小问题的 这个问题之前赤铜在测评AK916的时候也有提到过 键盘的ASC按键包括FQ的按键整体会往右下角偏移 但是在方向区这边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的非常工整,可以实锤是上盖开膜精度的问题 而且模具就是AK96那一款,没有做任何修改 上盖和底盒结合的缝隙是非常窄的 如果你不想你的上盖边框变得和狗啃过一样 就不要动拆解这个念头了 想敲动这两边的卡扣简直是地狱级的难度 无损拆解是不可能的了 我拆到一半就放弃了,拆不下去了 键盘的Gusky结构做的非常硬 形变基本上没有 更多的是靠PC定位板自带的一个下限 对声音是有一个优化作用的 在手感上我没有感觉出和Top结构的键盘有什么区别 我这一款搭载的是凯华冰淇淋破轴的版本 这一个轴体和之前的老款冰淇淋轴体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沙沙声对比老款减少了非常多 顺滑度也提升了几个档次 颜色的话更加的白一些 老款的话有点偏黄 如果说老款的冰淇淋轴4块钱一颗是智商税的话 我觉得这个升级版是值这个价的 大件方面用的是一套实白色的卫星轴 几个小件表现非常OK 空格的甲轴和卫星轴臂会有一定的摩擦 略为肉雷一点点 回弹的感觉没有那么迅速 键盘内部有POM材质的夹心棉藤主要电 对灯光有一定的影响 RGB亮度不是很高 相比较于硅胶甲心电 其实吸声一定的亮度 我也是更倾向于碰材质的 对声音的处理会更加的好听一些 无线的连接方面 V98 Pro内置的电池是8000mAh V98的话就是4000mAh 这也是两款的一个主要区别 具体的渲浪时间参考HEAK916 去到1000个小时往上走是没有问题的 正常使用三个多月充一支电 是一个蛮优秀的渲浪水平了 无线的颜值方面 我粗略的试了一下 进阶列的游戏我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延迟 如果是金属的机箱有遮挡的话 还是需要使用延伤线会比较稳定 整体看起来这把键盘 它用的是黑爵之前700多块钱的那套键盘的模具 最低的版本价格是199 就算买的是最贵的399元版本 也是非常有性价比 光是轴体就只会票价了 本身的配置也挑不出太多的毛病 8000毫安时的电池 Gusky结构加上内部该塞都塞满了 可以说是这段时间我最推荐购买的98P列键盘了 而且没有之一 如果模具的精度还能再优化一下 这把键盘的表现还可以再上升一个台阶 最后就来一段冰激凌轴打字音 蒸汽波打字音的视频我会另外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